好,來到 Polygen 日文作影片第二集 昨天講南嶺,今天講白嶺 很多人都誤會阿寶是做南嶺公的 因為他太大了,但其實他是白嶺公 官仔骨骨的 坐辦公室 這個是炒股,我們看到白嶺是炒股 這副是4,000 副限量版,collectable playing cards 紅色、黑色字不能出現,寫著white collar 立即又來unboxing 我覺得這副挺有趣的 藍嶺、白嶺,人物造型,在職雷慶那裏 我們開箱看看 collectable playing cards 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貼紙很難蓋 基本上你不撕爛一張鐵紙,基本上都蓋不到 還有他的膠水,不知為何印度 就算你嘗試用火機去彈它 都不是很彈得出來的 好,今天這個人物造型編第二集 當然主力是看職雷傾 但在職雷傾之前 我們看到,譬如和寶馬菲拿一副 藍嶺那副來做一個比較 白嶺和藍嶺那副就是有齒輪和沒有齒輪的分別 對 似乎藍嶺那副造型是比較仔細 就這樣看這個,你怎知道是白嶺呢 裏面亦是沒有的 它不是金錢,轉轉轉 所以白嶺那副其實做得不太仔細 不過它就玩紅色 那你就一套購買 如果你翻出來,由於它也是窄邊 其實它就沒有了那種暗紋的造型 很齒輪的 對,沒有了暗紋的造型 翻出來,就是這樣的 有一個頭邊的 白嶺的竹卡就是穿一個襯衫打胎的竹卡 還有穿西裝外套的竹卡 這個人物造型 另外它的葵仙 煙,二,三 就玩雕花 可能白嶺就雕花多一點 藍嶺就冒實一點 葵仙也挺有趣 不過它弄得有點像梅花 我覺得很合襯 不過它有一個殺雀 它將公種說出來 之前藍嶺那副沒有講公種 譬如 這個叫做 Accountant 牙醫 Dentist 還有 Director 有一個公種叫Director 之前藍嶺那些,它沒有講消行工 這裏寫了 還有它也有玩雕花 譬如這裏 戴鑽 藍嶺那個就小顆一點 白嶺這個就大顆一點 OK 這樣 好了 跟著我們又看看哪幾種工 好了 就是 藥祭師 Chemmas 記者 都是白嶺工 還有這個 飛機師 好 那跟著呢 就有 律師 勞師 勞師 股票經紀 另外呢 我覺得它這裏紅色橙黑色不漂亮 有些怪的狀態 但它想弄回那條紅色邊 好像人家做Bookkeeping 所以 十啦 九啦 八啦 七啦 六啦 五啦 其實我覺得這裏設計很一般 花的 刁花柱 船窩看上去有點頭暈 是啊 OK 好了 看完這個 醫生 馬嶺工 直屍 直屍這個有趣的 它中間用了那塊板來解開 還有呢 就是工程師 我覺得有些可惜的 其實它直屍和工程師擺得來 沒有理由沒有理由 拉肩擺醫生 應該是同一類的 譬如 藥劑師 牙醫和醫生可以擺在一起 我覺得可以這樣擺在一起 所以這裏有一點蝕張 洪森也是玩雕花的 其實我一般都欣賞 這些雕花 洪森就是這樣 最後特別牌也是一隻Double back 還有一隻廣告牌 好了 阿寶 五甲之外還有什麼最大的感想 就是看得頭暈的 那些小窩 有些像小學學習職業 對 告訴你這是什麼 所以這裏真的浪費了一點